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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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錯 現在先拍照先的 我們會 好 我們拍照的同時先 先看中間 好 我們先看中間 好 我們盡量讓我們 傳媒朋友拍得清晰一點 好 繼續 繼續中間 好 我們先看右手邊 好 我們先看右手邊 好 右手邊 好 右手邊是不是都拍到呢 好 放多次中間位置 好 再看左手邊 好 好 再看左手邊 好 左手邊 好 左手邊 好 那大家是不是都拍到你 好 需要再看右手邊 好 再看右手邊 好 再看右手邊 好 右手邊 好 西方 好 右手邊 我們一起見過了很高興 還有第一次主演奏 《Dolphin》的演奏 在香港的所媒與香港人們 也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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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機會 非常感謝你 非常幸運 以及如何看你的演奏 還算你以前多了 所以真的很幸運 其實這次是兩主演的第一部電影 就是這部《約動人生》第一次擔心做主角 能夠回到香港和大家見面 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 也很希望阿桑的朋友們會喜歡 以及香港的觀眾也會喜歡 所以很感激有這個機會 究竟觀眾會怎樣去香港這部電影 會有什麼反應呢 他自己都覺得很期待 也很想知道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這個時候也要跟Yudi聊聊天 首先想問一下這次電影裡面的角色 就叫做《牙鷹》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角色是怎樣的呢 有些表演的電影中 主演《牙鷹》的《約動人生》 已經推出了群體 有什麼樣子呢 首先《狂風》的《狂風》是 《狂風》的電影中 是香港的小城市 在香港的小城市 長期間有多久的愛情感到 在那裡的 那裡的 那裡的 那裡的《馬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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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動人生》這部電影 首先想說 它取景的地方不是大家認識的首爾 而是一個來首爾都挺遠的小鎮 在這個小鎮裡面 飾演這個男英的角色 很習慣、很安逸地在小鎮生活得很安逸 但有一天突然間發生了一些變化 令它有很多轉變、很多起伏 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接觸到保齡球這個運動 令它開始漸漸產生了一些改變 所以都是一套很溫暖人心的電影 相信大家都會 非常之喜歡 同時也想問一下 拍攝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難忘和趣事可以分享呢? 在拍攝時期間 拍攝時期間 有一個新的片段 拍攝時期間 有什麼新的片段 拍攝時期間 有關於一部電影 拍攝時期間 我三个人都会过去游戏和游戏 还有没有.... behaved。 还有,是蜂蜓の资ina 以党从鸡俊读学家的游戏 但是幸运是 我会比较关小童的资inas 我选ل 很深的资inas 但是很残忍 也很残忍 但是韓國語都知道了嗎 對,大部分解釋了 好,對 所以 也很残忍 也很残忍 很残忍 很残忍 演奏會進行後 所以 我也很残忍 演奏會進行前 準備了 但是 時間會越來越 越來越多 所以 很残忍 那說回這套電影 其實就是小鎮的名字 叫書村 書村這個地方拍攝 其實在那個拍攝期間 差不多花了三至四個月時間 所以基本上 就真的他就好像拿鷹 覺得自己都好像在那裡生活 所以也都會體驗到 究竟拿鷹的日常會是怎樣的一回事 怎樣的成長 或者怎樣的轉變 在那個小鎮裡 就一直過著這個日子 因為大家都看到 就是在這個電影裡面 其實他會去打寶寧球的 後來這個角色 他自己當然 就是為了要拍得很好 就是為了要拍這個效果 成年得比較好的話 他當然也會很努力 在這個照片之前 就已經很努力 就有很多訓練 就是關於寶寧球的訓練 都很集中去打很多寶寧球 接受那個集式訓練 但是呢 他就說 覺得自己始終 在這麼多種運動裡面 其實寶寧球的實力 真的不太好 就是不足 就是不足之處 所以他要更加努力去打寶寧 還有呢 在這個電影裡面 因為拿英這個角色 其實他開頭也不會打寶寧 但是後來就越打越好的 所以他都要跟著這個角色一樣 都要跟自己說 永遠都要打得好一點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 他這個過程裡面 都有一點點 逐步逐步的一些進展 和進步在裡面 本身都想問完 這個電影的挑戰 那相信打寶寧球 要學寶寧球這一部 都是挑戰來的 所以直接問一下題 電影有沒有拿英 其實跟幼稻他自己 有一點相似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哪用呢 他跟財富有什麼 訪問中跟其他 の呢 那一 белlais 我猜他 talked about 到這個地方 哦 我猜他 哈哈 猜他自己 優雜那種 我們有些相似的地方 我完全是所有人的心 我也是家人的深情 也就是自己的 自己的深情 我也是自己的深情 那其實也有相似的地方 因為自己是保持其中的男人 其實都是很重視他跟他家人之間的關係 很重視家庭的 所以跟家人的關係的感情非常深厚 另一樣東西也會好像南京一樣 就是很珍重、很珍視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啊, 그리고 那영이가 밥을 해서 馬을 사람들한테 나눠주는 걸 되게 파티아로 좋아해요 저도 밥을 해서 아직까지 馬的 사람들한테 나눠주지는 못하고 있지만 조만간 나눠주는 예정이고 맛있는 것들 주문 식재료 같은 것이 있으면 동네 주민들과 함께 나누는 걸 정말 행복하게 하고 좋아해요 是, 그리고 이劇里面 其實英俊博士很喜歡照顧家族社 經常煮飯給他們吃 그래서 현실生活之中 當然未必能做到這件事煮 但其實他自己覺得這件事是非常幸福 很開心和別人分享 或者直接煮的食物給別人吃 所以都希望有人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其實Uli本身煮食都很厲害 Uli自己很差 Uli自己很差 Uli自己很瘦 Uli自己很瘦 好啦,繼續問一下 因為其實知道海報上面有一句口號就是 突破自我 會不會最近都有一些突破自我的經歷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然後在這部影片會說 我主要是把自己的路撃掉 是一個頭髮型的詳句 是有問題的 是我們對的 我們最近有個經歷的單位 是、我手提到的 是 是 是 要在自己的環境上跳舞 是不是 是的 最近 我每次的合作也都不說 都是不說 但是 《Dolphin》的影像是 它們的合作也是 我跟著《Bolling》一起去過 所以 我們跟著《Bolling》的合作都一起去看 但是我真的不看成了 但是,我考慮你自己的设计 我看成了不去 但是,我一直在打中 只要打中你的球 我可以不去 所以,我可以不去 我可以打中了 我就是遇到最好 那我真的在我考慮 那是一路上了 我本来是一路上了 我平常是一路上了 我只能不停 但是,我去做 其實我真的想贏了一位參賽者 所以就勝負力發展 對於一位遊戲的結局 我終於完成了 我們是我的新動作 新的一階段 我記得這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 在首爾拍攝的時候 小時的一隊友 當然未必是傳播 但部份的一隊友 都有去廣場 他們是有什麼程度合得到 就是這樣 還有之後他們也有 推完之後 他們不如一起約他去打保齡 他打保齡的時候 Judy他自己就覺得 我都很想要 我畢竟打這麼久了 都想贏 但是很不幸地 就正如剛才所說了 因為覺得自己的保齡球實力 始終是不足的 所以都經常會打落坑 或者打得不好 輸了 所以最後的時候 他說不如我們打多一拳 就是跟隊友說 希望可以有一個轉勝的 所以就 都覺得是可以挑戰自己 這些訓練 那些訓練 那些訓練 都很努力 一遍都成功了 然後 然後 還有 新的充塑機 這些訓練 新的挑戰 才能力 才能力 完成了 而且最近說了一個事業上的挑戰 就是最近接拍了一部新的劇集 這部劇集就是警備類型 所以它在這部電影中飾演一個很厲害的警察角色 所以當然要接受很多行動的動作訓練 而且在這部電影中也會有一些握槍的場面 所以其實也很緊湊 所以這句話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已經完成了 再一次 一起期待 一起期待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其中一款的海目就是這裏 就是一個打力保齡球的姿勢 其實都想知道最後Yuni在電影中 是不是真的成為了保齡球選手呢 還有其實跟電影的戲文多分 有些什麼東西的關聯性呢 最後一個請問 大請問 Poster 中間用這個Bowling pose 就是我所說的 有些遊戲的遊戲 對 you have to tell your character 你會看的 有一個能力保齡球選手呢 對你會看的 對你又可以看到 對你身分的特性的遊戲 有一個能力保齡球選手呢 對你隨便看的 對你 有一個能力保齡球選手呢 對你 一種有一個能力保齡球選手呢 你也知道哪里有很多事 你都說了 有什麼 那我今天的朋友想想和想起 學習的事情 十年代以為 我以為是自己在小孩 幸運地生活在於 那時候 我和你當作有所謂 我和你當作是可以 我還是可以 做到一個人 希望我們能做到的事情 其實就是 至於娜英有沒有成為一個專業的保齡球選手呢 其實這就是留待觀眾發言 因為她覺得最重要的是看看娜英究竟她 他會不會開心呢 到最後的時候找到她的幸福或者開心這個生活呢 應該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究竟她最後有沒有成為保齡球選手 這件事真的等到觀眾的場去觀察呢 是 其實 artists說 然後 是哪一种粉狀的粉狀 那是哪一种粉狀的粉狀 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它们便是引起了谈的动物 新的c讯谈说谈设谈设谈设谈说那样子的动物 在这个动物的话,在其他企业设谈谈说 是单独学ING相伴谈设谈的 这种动物的动物,让穆姆西的人 有新的症状况,在日常的动物, 我都不知道我們在臉上 我們在臉上 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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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氣的氣名 韓文本身就是有 Dolten這個名字的 海豚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你打保齡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動作的 形象化的 形容 譬如有時候 可能你打保齡的時候 打出去的時候 可能你第一次打出去的時候 發覺 它可能會打不中 或者去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動線 可能會突然之間 好像海豚一樣 跳躍到最後 差不多邁進去 那些 保齡球樽的時候 突然之間 會有一個反大的 動作的時候 那這個就叫做 好像一個海豚 就是跳躍的動作 那所以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 比較形象化的形容 那還有 因為導演也跟他說過 是 擊掌去打保齡球的人 都會有這些經驗的 雖然不容易的 那所以 自己就覺得 這件事也是呼應 其實就是 藍英這個角色的一些 心理變化 對 就是要怎麼修復 這樣 好 今天多謝Yeli和我們分享這些掌聲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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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 第一次在香港參加首映活動 有什麼感受呢 第一次的節目 我們來香港的參加首次參加小禮 Yeah 第一次的主演歌 是 我們來香港的參加首次參加小禮 我們來的參加首次參加首次參加小禮 一開始 我們來的主演歌 我們來的主演歌 《DOLPAIN》 《DOLPAIN》 現在的影響 我們來的參加一場 真是很開心 也太開心 這次是第一次來到香港出席首映的活動 因為這部電影也是第一次主演的電影 所以心情特別興奮 因為想像到可以跟很多粉絲見面 和很多觀眾去見面 所以其實都覺得很期待 也很想知道他們怎樣想 也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 而且覺得很榮幸能夠參與這個活動 第二條問題就是以往主要拍電影和唱歌 和拍電影的心情會不會有些分別呢 以前的電影和劇情都集中了 但你覺得有什麼關係? 其實在藝術上都是一樣的表現 所以我看到那些作品是否很難不意 所以我可以看到 歌曲的影響 主演是在作品中的演唱片 過程中的演唱片 所以我感到更加強烈的表現 很多的演唱片 所以我和歌曲新的演唱片 更加強烈的表現 我一直都在自己的影响 我一生都在广告中 中文化的影响 我一直在广告中 有很多影响和广告 我一直在广告中 我一直在广告中 我广告中的广告中 很有興奮 我希望自己的影响 我也在广告中 是 說回說無論是唱歌也好 拍電子劇也好 或者電影也好 他覺得在藝術形式上其實都是大同顯熱的 不過當然他們有些不同的途徑他表達出來 但是他自己覺得 比如說有少女時代成員開始 一路走來 比如做歌手 或者到現在做演員 他覺得過往在邵氏 身為歌手 或者他拍攝其他作品的經驗 對他現在拍電影來說 都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幫助 也是剛才所說 因為這次能夠來到香港和觀眾見面 其實他自己是覺得非常之榮幸的 這個機會很難得 而且因為他小時候 也是看很多香港的電影 因為他們那一代都是會 啊 小時候已經接觸很多香港的電影 都有形式的 所以他會覺得拍電影的時候 其實都會從一些港產片裏面 可能是得到一些靈感的 作為演員 第三題 有什麼電影角色上挑戰呢 estamos在海昆 你看到廣燈的剣僑 其實每分之干拂了今天 非常多愛 有象棄的話 我也跟 left招 toll 像什麼 他們凌在有意志 有重玩畫 超像野口看 能看到 我們說喜不買了 有數字畫 這 benchmark 有一天好畫 我希望大家看得到 最近的前章是Action 了解 Action 了解 每一次都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經常接觸到這個問題 我的答案是想做一些很可愛 跟自己真人一樣可愛的角色 和我差不多 或者是大家喜愛的很好的角色 可能會做一些Romantic Comedy 愛情喜劇 或者是好像我剛才提過的 剛剛我已經完成了一套Action 的電視劇 其實我覺得Action 都是想挑戰的類型 來的 好 再來 第四條 想問問最近有沒有留意香港的電影 或者之前有沒有留意 香港的電影 你會有多少人問 我都很關心 最近還有 香港的電影 有什麼好作品 如果有好作品 如果有好作品 可以看得到 最近有好作品 可以看得到 比較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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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有拿到的放置 和音樂也開始简 main的感受 我愛了 我在演戲時 演戲時 很多演奏 一方有聲?!? 我非常特別感觸到 整個性別的文化 都心不可感到 今天 glide到 如此 我愛過了 到影片的時候 最期待的會 我愛過 所以在現場的環境,我們都很喜歡馬來西亞民旅遊 很多香港人都在拍攝,拍攝也很棒 其實本身就是一直在看香港電影 他覺得現在看香港電影比以前更容易 因為可能有很多平台等等 接觸的途徑都多了 他覺得如果看過什麼香港電影 他會記得很深刻印象的就是《甜文物》 因為他很喜歡《甜文物》這套戲裡面的感情和音樂 他自己是很深刻印象,非常之意外 所以甚至乎會跟著歌曲來哼 他自己都會練習這歌 另外他自己也很喜歡《床慶森林》 他自己也很喜歡這套戲 而且覺得如果這次來到香港有時間的話 你也很想去重慶森林裡面出現過的一些景點去看 看什麼環境 而且他自己也有《床慶森林》 開一些香港藝人的文化 所以一直都有興趣很想知道香港電影 好了,第五條就是分享未來工作動向 每天主題都是《床慶森林》的家庭 3에서는 또 새로운 분들과 함께 제가 이제 예능을 인사드리게 되었고요 여름에 공개되니까 많이 봐주셨으면 좋겠고 디즈니 플러스에서 보실 수 있습니다 그리고 또 방금 막 촬영을 마친 가석방 신사관 이한신이라는 드라마에서 제가 또 경찰 역할로 나와요 에이스 경찰 역할로 새로운 도전했으니까 드라마에서도 보실 수 있고요 영화 전에 찍었습니다 미스트 라는 영화에요 미스트 라는 영화에서 정말 저는 새로운 캐릭터이고 조금 화격적인 변화와 시도를 했어요 그 영화도 보실 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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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時間順序來說,首先是夏衛和夏天藍,這個很快 就是Disney Plus 和李光珠的一個鐘藝節目,很快大家會看到 然後也會有一個電視劇集,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已經拍攝了的一個行動,即是警察的那個劇集 之後現在也有電影叫做Mist,其實那部電影的角色非常破格,很突破演出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今年內會很重要的 最後一題就是問有什麼話想跟香港的粉絲說呢? 對,香港的夏衛天童,你也不覺得很舒服嗎? 對,香港的粉絲也有很多希望有的 我感谢您的感谢 都會令她覺得很幸福、很開心、很快樂 所以她今次來到 除了電影之外 也希望粉絲也會 比如說她可能會有音樂的發展 或者是在新歌的時候 都會繼續支持她 而且因為在這個躍動人生裡 她的角色之中 或者戲路跟以前很不同 所以都希望粉絲能夠 都喜歡她在裡面的形象 謝謝大家 謝謝